今天我们专业组获胜队伍的颁奖仪式 首先让我们有请获胜的队伍 再次回到舞台上 我们一起掌声欢迎我们的盛黄的啦啦队 上场为获胜的选手颁奖 来我们请出 黑队的各位嘉宾 为我们最终获得首场竞赛的黑方选手颁奖 来吧 我认为杰哥也应该来吧 来一下吧 作为创始人部颁奖 来吧 一起一起 至少应该陪伴与见证 来吧 您至少应该一起来 共同留下这个历史时刻 来我们 也请白队的各位一道加入 好 我们专业组的颁奖 应该说告一段落 请 来我们留下一张珍贵的历史合影 因为他见证了 历史上第一次攻守到竞技比赛的 第一个冠军产生 今天我们专业组获胜队伍的颁奖仪式 首先让我们有请获胜的队伍 再次回到舞台上 我们一起掌声欢迎我们的盛黄的拉拉队 上场为获胜的选手颁奖 不用 Tanner asure 好 多 多 点 天 rand 来 我们请出黑队的各位嘉宾 为我们最终获得首场竞赛的 黑方选手颁奖 来吧 我认为杰哥应该来吧 来一下吧 作为创始人部颁奖 来吧 一起一起 至少应该陪伴与见证 来吧 您至少应该一起来 共同留下这个历史时刻 来 我们 也请白队的各位一道加入 好 我们专业组的颁奖 应该说告一段落 请来 我们留下一张珍贵的历史合影 因为它见证了历史上第一次攻守到竞技比赛的第一个冠军产生 好 请我们专业组的五位 我们在台测 我们现在请出业余组的冠军登堂 我们举行第二个颁奖 历史上的第一届攻守到作为G7项目的体育竞赛 冠军的产生 我们大家可以欣喜地看到 不仅以攻守见胜负 应该是见人生 见未来 希望所有热爱太极热爱中华文明的人们 都可以得健康 想快乐 让我们在未来每一个快乐日子相见 让攻守到这个梦想 可以在全球范围内 让更多人接受 愿中华文明闪耀全球 谢谢各位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共同道再会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